商家是用在玻璃回收做食品用处 所以我们玻璃我们只收那些玻璃是没有毒的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玻璃品都是可以回收 只要它的用处是可以吃的 它就可以回收 可是这边就有一些样本 好像这些是美容或者香水 这些都是用外皮肤的 不是可以来吃 这些都是不可以回收的玻璃 因为它本身它是玻璃 可是它里面它有毒 所以不适合用在食品玻璃回收场 玻璃杯听起来是玻璃杯 可是因为玻璃杯它的里面 它有加了一些不同的物质在里面 它本身也是不可以回收的 不可以参加玻璃的 这个是不一样 这个呢这几样 很多人叫玻璃盘 其实它不是玻璃 这些是陶器 陶器跟玻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来的 全部的陶器的东西都是不可回收的 好谢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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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